那接下来咱们继续 因为现在我Jings还没有集成ThunderCube 对吧 所以说我现在先去给大家 在这个Jings的Sleeve上面 去加上 加上我们的这个 打圈屏了 我来加上我们的这个Thunder ThunderScanner 刚才我们说了 Thunder我们已经其实已经启动了 刚才大家看到了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要做的什么呢 是装ThunderScanner 装一个ThunderScanner 然后进行分析 看一下我跳转到我的博客这块吧 你看这扫描项目的时候 我看一下ThunderScanner从哪下载 之前我是记录了一个地址 好这里面是吧 可惜有 OK我们打开这个链接 地址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安卓 配置 ThunderScanner 好吧 这是它下载地址啊 OK大家去这个地址上去下载啊 来那里去 好这里面你看 ThunderScanner提供了几个版本啊 你看这里面有它的使用说明 你看这里面是配置文件里面要加的信息啊 这里面是我们下载的对吧 好下载Linning.com Cover一下链接 好 去这里面下载Linning.com OK这里面下载Linning.com 这里面下载Linning.com 背住一下Linning.com 重新Cover一下链接 然后我们开始去装Linning.com 总是打出程度俩这点啊 BET下的这个Linning.com 我们把这个Thunder工具下载了啊 下载Linning.com 下载4.2的版本啊 4.3 可能会有点慢啊 不能解析这个地址是吧 再试一下 嗯 连接上了啊 正在下载 远远慢了 20kb每秒 太慢了啊 我在我的机器上下载一下 还是很慢 40兆这样的话得下很长时间 打开一个代理 先下来 一样 速度也 这样 太慢了是吧 先让它下载吧 好吧 先让它下载 那么后面我们来说让它送到这个配置 大家刚才这个文道 这个是吧 你看这里面它告诉你了 咱们可以翻译成中文去看 将下载的文件放到你的工作目录中 一般我们去把它放到环境边缘里面 或者usr local下面 OK 然后你去编辑一下这个configure文件 它在咱们安装目录下的configure 就是sonar-scanner的propertiesfail 这个文件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选项 一个是sonar服务器的地址要指定一下 另外呢 你看也要把这个命令加到全局边缘里面 对吧 上了一次你可以看到帮助信息了 然后你看后面它这里面说是一个配置 你看啊 sonar.project.k sonar.project.k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sonar里面的那个项目名称 你就定义成你的项目名就可以了 然后sonar.project.name也是我的项目名 OK 这个其实项目名 这个项目的关键字 你可以定两个不一样的 然后sonar.project.version 定一个扫描版本 因为每次多扫描 每次多扫描 我们肯定要定一个版本 版本可以是这种 也可以是个时间多块重型 sonar.source 就是我们将要扫描哪些文件呢 你看 第二就是当前目录下所有文件 是吧 那我们可以给它改成的 某个目录文件夹都可以 OK 然后你看这里啊 有一个source.encoding 指定一个编码就可以了 最后你看这个样力 最后我们执行的时候 就是sonar.scanner 来指定我们的参数 -d 所以说它配置文件 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我们直接把参数 写到配置文件里面 还有一种是 我们直接通过 -d 去指定我们的参数 一般我用的最多的 还是用大体的d 好 这是它的一个setting 它能指定我sonar的设置 然后后面你看 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高级用法 差不多了 也就是这些 其实我在博客里面 已经写了很多 你看我之前扫描的时候 看一下我之前扫描文件 这里面指定了sonar地址 是吧 那你可以不看这个 直接去看7.9 7.9 7.9的这个安装 然后你看这里面的配置文件 这里面还真没把配置文件 给写出来 扫描的时候 那咱们就看 看这个这个吧 升级的时候可以写 你看这里 我装了个sonar scanner 对不对 然后 指定了sonar scanner的地址 然后又把它给 升级成环境变量 然后我下载代码 然后打包 打完包之后 我就说要对它进行扫描了 对吧 写个for循环区扫描项目 你看project name等于它 scanner time 就是我扫描时间 我定义的时间串 对不对 这里相当于我扫十次 生成了十个版本 对吧 你看 这个是生成了十个项目 项目根据项目名加时间冲 项目名加编号 你看这里面有几个参数 一个是指定sonar地址 一个指定是项目的名称 项目的关键字 项目的名称 以及项目的版本 还有就是我们的账号和密码 后面就是它超市时间 以及后面呢 就是我的项目的描述信息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link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项目应用的主页在哪里 你可以设置一个主页 然后扫描src目录 指定了一个source的码码 还有它的一个这个二进制 这个编译后的文件在哪里 这个太慢了 太慢了 好这二进制文件 然后这里面就是最后扫描的一个结果 好了待会我们就这样去先本地扫描一下 扫描没问题了 然后我们集成到jinks 让jinks帮我们去做这些处理 把这个子扫描 把这四进制文件